新决定 海生本堂 台市大迎接百年校庆 校长吴正吉领军 洗手一百位教职园级学生 从和平校区前出发 一路行进十七个县市 历经走天的风吹日晒雨淋 终于完成铁气环岛 尤其今年六十五岁的校长吴正吉 尽管是这趟旅程当中年纪最大的人 意志力却一点也不输给同行的学生 的确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是在爬那个长坡的时候 我走过他们都会 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会超越我 都说校长加油 校长加油 所以我就不敢停下来 我就继续加油 所以也可以不落地地 这样把那个坡完成 百位师生一期就是九百多公里 尽管过程相当辛苦 回到校门的那一刻 见到前来迎接的亲朋好友 一切都苦尽甘来 很感动啊 很感动 然后身为主办单位 其实我们的压力 也到进了校门口那一瞬间 就完全解除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有 我们有爬一座山 然后就是爬完很大一座之后 后面还有很多小坡 然后就很累很累很累 但是每个经过你的人 都会帮你加油 然后就更有动力地可以继续骑 有同学他不小心在下坡的时候 有不小心插撞到护栏 然后他就有摔车 但那个捷安特的人 就马上把他送去医院 然后看 回来的那一刻超感动的 就想说终于九天结束了 对 他就很开心 克服南台湾的列阳 停过北台湾的大雨 尽管过程也曾经历过翻车和受伤 还是没人打退堂鼓 百位师生互相扶持团结一心 以同为台式大的百年生日 记录上难忘回忆 关注台采访波特